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张嘉宁新剧蹭开端热度定档,剧照撞脸杨子,也是时空循环题材 最近开端这部网剧正在热播中,它还出口到了韩国 在德塔文景气指数榜上也一直排名第一的位置 让人感受到了小众题材科幻剧的春天正在到来 在开端势头良好的情况下,一部新剧一闪一闪亮晶晶迅速宣布定档了 而这部新剧讲述的内容也是时空循环题材 故事讲述女主角可以多次穿越回过去,拯救多年前坠下灯塔的男主 在这部剧的剧照发布后,却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因为女主角的穿搭造型非常相似于亲爱的、热爱的里面的女主角杨子 这一套粉色系唯一和杨子在剧中的经典装扮一致,恍然间让人有一种错觉 觉得这个角色就是杨子扮演的 女主角张嘉宁出道不算太短,但以前没有拍过太多剧的主要角色 最近几年资源突然好了起来,成为了《欢乐颂3》里面的新舞美之一 而她给人的感觉也是气质比较清纯,不过她跟杨子长相并不是非常相似 杨子有一个嘟嘟唇,嘴巴很小,而张嘉宁嘴巴略大 张嘉宁的脸型是瓜子脸,而杨子脸型更接近于小圆脸 有时候做大表情会显得有脸浆的嫌疑 他们的眉眼和五官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气质和造型加持,让她们两人显得更相似 同样的棕色空气刘海,短发,配上同样的卫衣,两人都是同样的萌系少女风格 这已经不是张嘉宁第一次和杨子撞山撞造型了 上次她们是同样穿了一件鹅黄色的毛外套,脱离了同样的妆发 她们看起来各有各的风格,杨子长得成熟一点 而张嘉宁有一种不安适适的清纯少女感,而且她的长相要素淡一点 五官没有那么立体,是典型的小白花长相 在其他角度的照片,两人又没有这种撞脸的感觉 五官风格也不相似,尤其女主角在剧中冒雨狂奔的时候 演出了一种懵懂无助感,没有脸僵的感觉,风格很灵动 这部新剧的男主角屈储肖,颜值下跌的却有点厉害 她曾经凭借一部《流浪地球》的男主角色,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本以为长着一张电影脸,有50亿票房加持的她,发展会很好 但实际上她却是因为爆出恋情丑闻,风评逐渐降低 她上次参演的电影《是神令》,也遭遇了不少观众抵制 成为了春节当票房最低的电影 这次出现在预告里面的她看起来憔悴了不少 留着韩式男主的发型,整体却没有韩式男主的气质 五官都不是那么的精致,小眼睛配上粗广的鼻子,想要演偶像剧男主角 还是差了一点火候,跟女主角的一些暧昧情节,都看不出粉红泡泡和CP感 也没有撩人心扉的魅力 当然她以前也不是靠着颜值出名,让人印象最深的是 她有一种疲力脾气的气质和张力,这种氛围感是颜值带来不了的 而且她有些角度还是撞脸孔流和许光汉,都是颜值不高但很有魅力的男明星 这部新剧的预告片已经放出,有一种浓烈悬疑风格的感觉 色调非常的阴暗,剧中女主角的装扮以及校服 无一处不让人想起曾经在中国爆红的电视剧《想见你》 同样也是讲述一个时空穿梭拯救爱人的故事 相比之下这个故事的模仿意味稍微浓烈了一点 至少从片花和结构上来看,都有山寨嫌疑 当然,如果她能够像现在热播的开端一样 把前人拍烂的题材玩出一些心意,在类似的剧情结构下 拍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那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等它上映后再见分小八 02邓伦,高伟光,李沁新剧或央视点名 皆有望今年播出,你期待哪部 说起奇幻题材电视剧,一直以来 都是国产剧创作中的一大重要类型 像近年来,如《香蜜沉沉浸如霜》《怒情香西奇魂》《终极笔记思藤》《我的巴比伦恋人》等国产古装 及年代奇幻剧,都曾取得过相当不俗的口碑与反响 而近日,尤邓伦,高伟光,李沁等,所各自担任主演的奇幻题材新剧《夜旅人如月请君》 也是出人意料,同时获得央视电视剧在线点名预热 并且,根据央视电视剧此次发文可知 这几部当前备受关注的《国产奇幻题材新剧》 或皆有望于今年,陆续播出与观众见面 《一夜旅人》 该剧是由万里扬曾担任国产高分职场剧《平凡的荣耀副导演》独立指导 陈茂贤编剧、邓伦、妮妮领贤主演、王玉文、高叶、汪朵、王源可等 连妹出演的一部《奇幻爱情剧》 此剧改编自赵熙之所著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了生活在1937年的男主圣青让邓伦市 与生活在2021年的女主宗英妮妮市 因时空交错,邂逅于上海遗状老公遇后 所发生的传奇情感故事 据了解,该剧是邓伦与妮妮的首次合作 于去年7月中旬开机 同年11月顺利杀青 目前暂未确定开播档期 2如月 该剧是由东宫思藤等口碑剧导演李牧歌指导 汪红编剧、高伟光、欧阳娜娜领衔主演 董思成、黄梦盈、任世豪、汤精妹等 连妹出演的一部《民国奇幻爱情剧》 此剧改编自尼罗所著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了身世名流 拥有长生不老属性的男主沈之恒高伟光是 与自幼不幸也盲的富商之女 女主米兰欧阳娜娜那世之间 相互羁绊,并相互救赎的跌宕起伏故事 据了解,此次在剧中 首次饰演情侣关系的高伟光1983年生人 与欧阳娜娜2000年生人 现实中两人相差17岁 而该剧于去年10月下旬 在恒店开机 并且截止目前 仍处于紧张拍摄阶段 三请君 该剧是由《女一名飞传》陈情令导演郑伟文指导 任嘉伦、李沁领嫌主演 小沈阳特别出演 陈希俊、吴明京、宋文作、黑子等联媚出演的一部近代奇幻言情剧 此剧主要讲述了《千年战神》 男主陆言任嘉伦是 与霸气女债主、女主于登登 李沁是绵延千年的动人爱情故事 据了解,该剧已于去年12月18日正式官宣杀青 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预计最快也要等到今年下半年 才能有望正式上线与观众见面 后话 另外,这一次 由成峰指导、吴轩怡、陈哲元领贤主演 改编自先程小说《太子妃生殖记》2 《公主上嫁记》的古装奇幻爱情喜剧《郎君不如意》 也有获得央视电视剧点名预热 不过,此剧依然尚未曾官宣定当 最后,不知大家对于以上所盘点的多部2022代播国产奇幻题材新剧 分别持何种态度 更为期待其中哪部 也欢迎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分享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